10月15号央视梦想新搭档栏目在京举行的媒体看片会 主持人萨贝宁更报一些古剧机萨鼎鼎、常石磊、奇雨、成林出席助阵 最近张子怡和汪峰的恋情闹得沸沸扬扑朔迷离 当天活动正是张子怡和汪峰事件被爆出后 张子怡前绯闻男友萨贝宁首次出现在公共场合面的媒体 当天她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因为张峰恋传闻而心情沮丧 发布会从头到尾都保持着好心情 和嘉宾开玩笑可谓是相当敬业 但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每一次梦想新搭档的发布会和录制现场 曾宝仪都曾拿过张萨恋开玩笑 但当天从头到尾都没人曾提起过张子怡 只是在播放萨贝宁演唱没那么简单的短片时 不禁让在场所有人对萨贝宁起了怜悯之心 幸福没有那么容易 才会特别让人着迷 什么都不懂的年纪 曾经最讨心 所以最开心 曾经 活动当天所有媒体都打算询问萨贝宁张子怡和汪峰的传闻 但她或许是怕被媒体围堵 一向今年的萨贝宁还没等活动结束就悄悄溜走了 但当本栏记者跟随追出去试图采访萨贝宁时 她也拒绝回答连忙离开 未做出任何回应 不禁萨贝宁不愿回应张锋恋传闻 作为萨贝宁好友的常识磊 当被媒体问到此事时也开始打起了太极 由于有些不知所措招架不住 刚刚还说和萨贝宁是好哥们的常识磊 不仅立刻变脸 甚至称跟萨贝宁不熟了 在节目的时候 你经常会跟萨变宁一起开玩笑 你们自己关心是不是还不错 不然怎么开玩笑 对啊 就是相互损呗 作为萨变宁的好友 看到张子宁冒冲那个新闻 张子宁冒冲怎么了 不然都不要的 在意传织在一起 真的吗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八卦的 所以我不知道 那你看到那个传织 你关心什么感觉 谁和谁 应该好像跟我没他关系吧 我跟他不熟